- 周五英文起讀 - 周五英文起讀 - 周五英文起讀 - 随着疫情结束 - 很多公司会希望大家能够回到办公室来工作 - 但是很多西方人你大概已经听说 - 就不喜欢回去办公室工作 - 因为就觉得很烦嘛 - 社交啦 然后同情啦 - 这些的 - 现在很多公司也愿意折中 - 让大家说你就不用来一整个礼拜 - 你可能一个礼拜选个三天四天来办公室就好了 - 现在就多了一个新名词叫做Coffee Badging - Badge 这个词就是像例如说 - 你进出一个工作场所 - 你可能需要一个Badge - 这样子 - 通行证或之类的 - Badge - 徽章 - 警徽 - Police Badge - 这样子 - 什么是Coffee Badging - 而且还是ING - 把它想当成一个动词般 - 动名词般 - 甚至是形容词般来形容 - 它的意思是什么到底是 - 所以我们看一下 - Workers are coffee badging - To protest - 应该念成Protest - 因为这是动名词 - 所以这边是一个 - 不是动名词 - 不定词 - 所以这里是个原型动词的用法 - To protest - Return to office mandates - While bosses buy on them at home - OK - 所以他们做这件事情 - 是为了抗议 - 抗议 - 必须回办公室工作的 - 这一个 - Mandate - Mandate 这个字 - 其实 - 像我们知道 - 在Covid这段时间 - 美国至少有 - 台湾也一直都有 - 就叫Mask Mandate - 它的意思也就是说 - 必须戴口罩 - 这样子 - 什么什么mandate - 它这有一个 - Return to office mandate - 所以你把mandate看成是一种 - 政策命令之类的意思 - 没问题 - 甚至它有类似使命之类的意思 - 想想说公司也有他们公司的mandate - 这样子 - 甚至这个字的用法 - 这字其实翻译中文会不好翻 - 真的不好翻 - 像例如说我们讲说 - 以前古代的君王 - 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给派下来 - 就天子嘛 - 你知道这个概念 - 所以天子呢 - 就要能去 - 执行上天给他的天命 - 这样子 - 所以他们把这称为heaven's mandate - 所以mandate可以用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- 好 这个不扯了 - 我们往下看 - 所以到底什么叫做 - 就是这个coffee badging - 我们还没有看懂 - 所以我们直接看到它这个大概最清楚的地方 - 好了 - 它前面还有一些词 - 甚至甚至我都还 - 连我这么很努力跟得上这种 - 所谓词汇上的潮流的人 - 都还是 - I don't quite follow it - 所以你看这边它 - 有几个词 - 像例如说quiet quitting - 我们做过好几期 - 安静辞职 - 或者是you act your wage - 其实我们一般讲是act your age - 就是你几岁你就应该 - 用几岁的方式来出事 - 虽然我自己就很屁骇 - So I don't act my age - I'm 46 - So if I act my age - I should probably - You know be more meaningful maybe - Okay - Be more compo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- So don't yell in public - Things like that - But I don't act my age - 这边换了一个词 - 把age换成wage - Wage就是薪水 - So act their wage - 听起来就像是你拿多少薪水 - 做多少事之类的 - 它有一个词叫做bare minimum monday - 我看了这句好有趣 - 等一下我要点进去看到的是什么 - 大概意思 - 我猜得出来的意思大概是 - 你离拜一的时候就能做最少就做最少的 - 离拜一才刚回来 - 我们又有这个monday blues - 所以离拜一能打混就打混 - So bare minimum mondays - 我猜是这样的意思了 - But doesn't matter - 来我们再往下看的话 - 所以他们就说 - 反正就是大家会尽量的 - 能少在办公室花太多时间 - 能混化 - 能少花点时间就少花点时间 - 所以在这里说了 - 咖啡 badging involves employees - Going into the office building briefly - Usually to grab a coffee - Or socialize with co-workers - Before leaving again - OK - 所以你去 - 就只是亮 - 就亮个像 - 然后 - 我要来喝咖啡 - 大家聊个天 - 社交一下 - 然后再 - 茶水厅喝咖啡 - 什么之类的 - 那我要回家了 - 回家工作了 - 因为在办公室可能反而 - 比较没有productivity - 再读一次 - So coffee badging involves employees - Going into the office building briefly - Usually to grab a coffee - Or socialize with co-workers - 通常喝杯咖啡 - 或者跟同事社交一下 - Before leaving again - So a person engages in this trend - As they feel taken advantage of - For being forced to undertake - An expensive and time-consuming commute - To and from the office - 所以他們這樣子做 - 同一時間 - 是因為他們覺得 - 就被公司占便宜了 - 因為公司你逼我去辦公室 - 所以 - So they are forced to undertake - An expensive and time-consuming commute - 比我去辦公室就是又貴 - 因為可能事實上車票都不便宜 - 這的確是 - 我記得再多很多 - 你搭個地鐵都已經要 - 可能要好幾百塊台幣的這樣子 - 而且又花很多時間 - So to and from the office - 一到那邊之後 - 他們就來刷一下他們的工作證 - So once there - They swipe their work badge - Linger around to get noticed - And duck out as soon as possible - OK - 所以刷了一下 - 我今天有來打卡 - 這樣子 - Swipe their work badge - 然後呢 - 就再待一待 - Linger around to get noticed - So linger這個字 - 滯留之類的意思 - 我們講過這個字蠻多次的 - 它跟loiter這個字 - 有那麼一點點像 - 只是loiter - 是有種好險晃的這樣子 - 所以你滯留一下 - Linger around - 那就為了讓人家看到 - 欸那個誰來了 - 喔他來了 - 竟然我有看到他 - 那也就夠了 - 你就可以走人了 - 因為今天大家已經知道 - 你又來了這樣子 - So linger around to get noticed - 然後就酸了 - To duck out as soon as possible - 這個酸了它用的字也是duck - 蠻有趣的這樣子 - OK - 所以有超過50% - 有60%的人 - 幾乎快60%的人 - 就承認他們會做這樣的事情 - OK - 所以我覺得這個蠻酷的 - 當然下面還有一段講的 - 就是公司怎麼樣去監控 - 大家在家裡面 - If you work from home 的話 - 公司還是會監控 - 你有做多少事情之類的 - 好 - 那這個我們就不看了 - 我們今天只是要看 - Coffee Badging而已 - 這可能在台灣還是做不到 - 我覺得 - 我們台灣就大部分 - 早上還是得過來去上班 - 所以我們work from home - 我們的狀態好像是不太多 - 而且現在 - 你知道台灣 - 除非你真的從外縣市來 - 如果你住台北 - 住桃園 - 然後你就在本地工作的話 - 那你的commute - 最多可能也就是 20分鐘半小時之類的 - 那有沒有人會從台北跑到台北上 - 桃園跑到台北 - 新竹跑到台北上班 - 我也有這樣的朋友 - I don't know if that's the majority - 或 if there are even lots of people that do this - I doubt it though - I don't know - 我會覺得如果這樣的話 - 幹嘛不花多一點點錢幫你台北就算了 - 你可能花個多一兩千塊 - 租個 - 可能租的地方會差很多就是了 - I understand there are many factors - I play here - 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- 我如果住桃園住新竹 - 可能不能講新竹 - 桃園或者是台北市郊 - You can live much more comfortably - 你可能同樣的租金 - 但你可能可以多一坪兩坪之類的 - 所以你會願意住遠一點點 - And you take a long commute to work - So I respect that - 我自己是不會這樣 - 我自己會覺得住都市很好就是了 - So opinions differ - And that's people - 好啦我是Paul - 我們下次見 - 你想認識 - 而第二個 - 我們下次見 - 能切勢